還有引發 兩位辛苦的安排這個工作坊 那這樣算是做民間信仰研究的人 而且在想要試圖用一些比較人文書位的方式 來分析跟處理 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那剛才那個 宗翰 宗翰已經做了一個示範 那事實上我這邊必須先說一下 其實量化跟質化有一個根本上立場的不同 就是說質化喜歡看特殊性喜歡看代表性 那麼量化的東西它其實是講究一個 它就是要排除這種個別性 它看的是一個整體 那麼從整體裡面我們看到資料的一些現象之後 必須尋求解釋 那宗翰例如說 剛才看到它在分部上 中部比較多 它試圖尋求一些解釋 其實這也就是量化研究 我不覺得量化研究 它可以帶來太細緻的說明 但是它可以在趨勢跟大的方向上 提出一些提問 讓質性研究的人 試圖在這個提問下 試圖去解釋或回答 那當然宗翰也試圖用 譬如說以遜跡的這種松柏林的特殊性去解釋某一些現象 那我想這個算是一種我覺得還蠻好 蠻正面的一個嘗試 那我今天呢 在事實上在靜置邀請我的過程當中 我這些研究其實還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像我問中華的後半段 還可以提出解釋架構 來說明說這些現象如何給予副理它意義 那因為我當初認知的是一種方法上的交流 所以我今天的說明會比較停留在一種 一些方法面向上如何去進行處理 然後也許大家在自己的資料裡面 可以思考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大家也可以再來做更多的對話跟交流 OK好 今天另外我要講本來這個我們是一個研究計畫 那包含還有七老師 所以當初我有跟他說我們應該要一起發表 但是因為他在金門來比較不方便 所以今天他沒有辦法過來 那我就由我來代勞先把這個內容做一個簡單的勾勒 那前面的部分我不想講太多 因為剛才真好中漢做了一個很好的展示 就是其實進香的理由跟方式其實是有非常多元的 那我這邊其實只是要為我自己在定義上先做一個簡單說明 就是說我這邊的進香可能涉及到的是各種不同的 包含剛才中漢講的一些類型 那進香一般來講 它的詞彙的定義好像似乎是子廟至母廟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可是現在在語用上 包含在民間信仰場域裡面 這一句這個詞彙其實是被廣泛的使用 它的意涵已經非常多元 那麼所以我這邊並不太去追究進香這個詞彙的定義 因為我還沒有要進入一個所謂的概念分析的過程 我這邊只是要定義說我這些資料是如何來收集 然後來定義它的一個內容 所以很簡單就是說我在這個內容裡面 內容裡面包含剛才中漢講的 由子廟到母廟進香 有因聖營來參香的 然後甚至因為路線 我們會去到一間廟去用餐 因此會順便去參香的過程 甚至還有特殊歷史緣由 像剛才中漢裡面講的一些例子 包含說玄天上帝 他去算是服務了某一些人 因此他有回來進香 某種通常都可以歸類 是一種歷史特殊歷史原有所產生的一些現象 好 那這些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很快的來進入說 我這邊這個研究呢 我們的這個研究 事實上是針對雲林嘉義地區 141間媽祖廟 那這個可以這個每一個點 就是這141間媽祖廟的分布範圍 那當然北邊這個有一個彰化線 的一間廟是南瑤宮 那是因為正好因為一些因緣際會 他們也願意提供資料給我們 那麼所以我們也就順便把他這個資料也納入進來 所以總共是142間廟 那選雲林嘉義地區的原因 因為在座都是民間信仰的專家 我這麼說應該大家也可以至少不是非常讚同 但是應該不會太反對 就是雲林嘉義地區它的一個信仰文化 跟台南高雄又是非常不同的 那麼由它作為一個所謂的分析單位 原則上有所謂的當地的信仰文化的一個特殊性 包含五年千歲的信仰 雖然我們這邊很可惜沒有辦法還把馬明山先納入 我等一下說明這也許會有關鍵性 那除此之外還包含了說雲林嘉義地區 它是屬於比較算是農業縣市 那因此在整個台灣工業化的過程中 人口外移的狀況非常明顯 那麼很多的移民往北 或者是部分往南的過程當中 因此把信仰也帶出去 然後因此也造成了信仰回流 也有進香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很粗略的一個構想下 我們把雲林嘉義地區當作一個範圍來做研究 好 那麼資料的收集 我們基本上是以超相調的方式為主 當然還有包含希望由廟方所提供的資料 那麼這個是在一個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 原因是 比較精確的資料是從廟方提供 這當然是最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我會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認為所謂的比較大街的廟 大概有一半左右提供資料給我們 但另外一半他不願意提供 那不願意提供的狀況 我們就採取一個方式 就是用超相調的 那超相調當然不是很精確 但是這是唯一還可以算是在資料方法上 客觀可徵的一種狀態下的一個辦法 那麼我們就是由三個助理人員分別在雲家地區 分三個所謂的負責範圍區 然後每一個禮拜去跑 我們第一年的時候 大概是每一個禮拜 每一間廟去跑一次 去看它超相調 什麼有沒有延續上一次的相調 還沒有被撕的 可以去看到這個延續性 那麼第二年才 你可以大概可以歸類出哪一些廟 是屬於進香量大 哪一些廟進香量小 然後來調整我們的收集的頻率 譬如說有一些廟可能就 一個月甚至兩個月 甚至有一些廟是很確定的 因為當你沒有相調 然後你也去問廟方 他們也就是沒有進香的 其實基本上大概 我們就是半年去一次 再確認只是看廟方講的 跟它有沒有不一樣而已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調整我們第二年收集的頻率 那因此比較可以確定說 我們的資料收集的範圍 誤差不至於說太離譜 好 那麼進香的單位原則上 我們是排除沒有名稱的 所謂的廟與名稱的個人進香團 那這個因為不太是我們 至少在前期的一個範圍 那二方面是在資料收集上 它基本上比較有客觀可以收集到的可能性 因為有一些個人 還有一些根本不到廟方去登記 你要去問曹天公 曹天公還是會說 我們的資料還是不是全部的 有很多是當地 當天就跑來 好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 我們可以說在142間廟當中 大概有59間廟是完全沒有被進香的 那麼其中我這邊放的紅色的是 就是我們大概從進香量裡面去看到 比較屬於說進香量大的 那這個我們稱它現在A級 A等級的廟 那第二個是B等級的廟 大概是九間 大概是藍色的 然後C等級 就是後面的 我們這邊就不列了 那進香量大概並不是很多 那麼總共41間 那麼從這邊資料來看 就是說紅色的這九間 就是我說A級大廟當中 我們大概有一半的廟 它是提供我們完整資料的 那其中其他的另外的 我們就只好用工讀生 在我們的經驗上 大概知道如何去做一個比較 絕對不完整 就以這邊來講 我們收集到的 從2015年下到2016年中 就是一年度的資料來看 大概我們收集到的是 新港奉天宮是1200多間 然後朝天宮是1056 但是這中間有一個誤差 在於我們從我們的人員去推估 我們認為合理朝天宮應該是1800到2000左右 然後奉天宮應該是1600左右 這是我們合理推估啦 那所以也就是說我們收集到的量 大概是七成 七成左右的量而已 那麼這是 這兩間廟當然我們願意給 大家也知道他們的關係 在香蕎上的緊張度 所以我也波及到我們 研究人員不容易收集到 好那再來 我們可以看到 東石港島公大概是900多間 南藥公八百多間 就像宗翰講的大概1000左右 這是廟方提供的 我們是從廟方裡面 提供的資料去看 大概是800 所以這也是準的 然後佩天宮 700多 西北六星宮 600多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量 所以大概這個量 我們初中就所謂的A級了 那其他的 福星宮藍色的在這邊 那我這邊要提的是說 我這邊做了一個計算 也就是說 我們去做了一些網絡分析 確定說 競箱單位 只到這間廟競箱 他初子傳沒有到其他間廟競箱 就我們的資料來看 大概有29%是只到奉天宮 而不到其他廟的 也就是他目的明確 我只到這間 其他我都去 那大概是三成左右 比較有趣的是 在B級廟裡面 大概反而是直接去這間廟的 比例是高的 那這邊我們再去做他的北部中部分析 其實每一間廟當然都有像 剛剛中漢講的那種資料 我們也會有 就是說每一間廟它的分佈範圍 結果發現 在中部的廟 其實單獨到這間廟來競箱的 它的比例反而是高的 大概50% 我們對照到它的那個 所謂的競箱區塊 我們發現這幾間廟 其實它的那個 主要來競箱的大分是中部地區 所以也可以這樣去假設就是說 在中部的這幾間B級的廟宇當中 它來競箱的大概就是中部的這幾間 因此它的目標就是我來這邊競箱 所以比較不是像北部那種 從北到南路途遙遠過來之後 它順便會可能到幾家去參鄉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我說過量化的它沒辦法解釋 單一個案但是它能夠解釋趨勢 所以我這邊講的也只是趨勢跟發現而已 這邊是我們看到的資料 就這一年來講的話 譬如說來自北部的 大概是有一半競箱量 那中部的大概不到三層 南部的大概兩層左右 所以可以知道說其實大部分的競箱 趨勢上還是從北往南比較多 那中部的廟有幾間地外的 我們去看它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甚至在中部 它的競箱量大概是一半 大概是五層到六層 可是如果你看看朝天宮 奉天宮或鋪子佩天宮這幾間廟 他們從北邊來的大概都已經到六、七層了 所以反而是北邊是比較多的 然後我們去做網絡分析 這個網絡分析裡面可以這麼說 我先看下一張 我們分析工具是 這個還沒改 Usinet 這個錯的 U-C-I-N-E-T 這個是這個工具 然後我們用這個網絡分析的工具 去跑這個資料出來後 這資料看起來當然很可怕 所謂的可怕就是你根本看不懂 你也不知道它幹什麼 但是我等一下再慢慢解釋可以幹什麼 比如說這裡面每一個點就是一間廟 那一間廟之間跟另外一間廟 如果有連線 就表示他們有共同被進香的 共同被進香的 那這個網絡當然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軟體它跑出來 原則上在中間的通常就是比較密集的 它會比較邊垂的自動把它圖示在比較旁邊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這幾個原則上就是跟別人的連結相對比較弱的 那再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解讀中間這一塊 比較屬於複雜的部分 在網絡分析裡面我們有幾個指標 叫做所謂的 eigenvector closeness degree 跟 betweenness 我們把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你用這個軟體去算之後 它每一間廟在這個網絡裡面 它都會有它自己的 eigenvector closeness degree 跟所謂的 betweenness 那我現在大概解釋一下它的意義在什麼 簡單來講也就是說 我們先看過一遍 然後我用下張圖來解釋 可能會比較清楚 這個要馬上了解不是那麼容易 Degree 簡單來講就是那個點它跟別人連結的數量 譬如說它跟哪間廟有幾次的共同倍進香量 50次那 degree 就是50 那麼 eigenvector 是比較 它的比較的是說 我跟我連結的人 它的重要性 這個重要性顯示在哪裡 我用一個比較好的比喻就是說 今天你認識了1000個朋友 可是1000個朋友在社會位階上是比較低的 跟你認識的一個郭台銘 你認識了一個台積電的董事長 那你會發現說你的 eigenvector 他們的 eigenvector 比較高 原因是因為它的社會網絡的影響力是大的 可是你認識1000個社會位階比較低的 可能沒辦法讓你在這個網絡裡面有太多影響 那這個 eigenvector 就表示 你在這個網絡當中的位置的重要性 或者可以這麼說 也許張忠謀認識的人 在這個網絡裡面可能只有100個 那可能有人做保險工作的 他可能認識1000個人 可是他的數量不高 可是張忠謀的 eigenvector 遠大於這個做保險業務的人 因為他雖然認識人很多 可是他在網絡裡面的影響性並不高 那 closeness 是在整個網絡的中心位置程度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網絡裡面等下看到那個網絡 他到底是比較邊垂還是比較中間 Betweenis 則是兩個靜香群廟的中間位置 也就是中間的重要性 這個比較 我用一個先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你是一個老師 有一群學生會來修我的課 也會去修你的課 那我們預設這兩個老師之間 應該有某一些共通性 例如可能是地理位置 也許是某一些特質 會去同時修兩個老師的課 跟修你的課的同學 從來不會來修我的課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好像我們的所謂的修課群 是完全隔開的 我們似乎完全沒有任何不相 就是不相干的特質 那這個東西當然都是一些線索 那這就是我說量化它可以告訴我們線索 那必須再透過指望再去研究 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 例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網絡 下對來講比較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以輪背為主 輪背碰乒乓為主的一個網絡圖 這一個輪背碰乒乓 它對每一個都有連結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實這邊似乎有一個比較所謂的中心群 核心群 那這個就是邊垂 所以你可以說它的closen 它的那個中心位置來講 當然這幾個的closen 會比較高 然後這幾個算邊垂 可是我們如果看中介性 也就是說所謂的中介 也就是說輪背奉天公 會比北港朝天公的中介性來的高 這只是例子喔 我現在講的不是定論喔 我是用這個來做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輪背奉天公 它還有辦法連結到這兩間廟 是北港朝天公在這裡面沒有連結到的 那也就是說 今天這一群要連結到這個部分 它必須透過這一個點 那這個點就叫中介級 大概是這個一個意義 那我先用這樣的方式來解釋一下 就是說大概這個網絡裡面 網絡分析它用這幾個指標要看什麼 好那麼我這邊就直接進入 我們分析到了 就是從某一個年度 就是我剛才秀的那筆 那個統計資料裡面 我們得到的分析 就是說這幾個黃點 Igon Vector Degree Betweenness 跟 Closenness 它在整個用透過所謂的CA 就是二向線的圖示 它也是透過一個軟體叫 XL-State 但是事實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SAS 去做這樣的所謂的CA 這個叫做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透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把他們彼此之間的位置畫出來 有點像是波爾迪爾 他在做所謂的品位研究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好那我們來看在這裡面 如果Igon Vector表示它在這個網路裡面中心的話 當然不讓我們亞裔的 新港奉建公跟北港草建公 是比較放在 或比較接近Igon Vector的狀態 那Betweenness是中介級 也就是說今天會有一些妙 它的Betweenness 這個象限圖應該這麼看 就是說 越接近Closeness 或越接近Igon Vector 就表示它那個特質特別精密 在往下的 在這個象限以下的 是它的Petweenness比較強 但是比較強當中 我們剛才講的 Closeness 它事實上是屬於 越接近它 就表示越邊垂 因為它的指越大的時候 它是越邊垂 這幾個越邊垂的當中 也有所謂的Betweenness高的 例如剛才的奉天公 或者是 福富順天公這幾個 它雖然的量沒那麼大 但是它Betweenness也是強 那不只佩天公 當然屬於A級大廟 但是它Betweenness也強 所以簡單來講 也就是說 在A級在B級裡面 都有Betweenness強跟弱的 這幾個 那在這裡面我們 我用的是上半年的資料 大家剛才 溫中漢有講過 但它的例子是玄天上帝 事實上在媽祖進鄉裡面 原則上就是 農曆年後 一直到媽祖生農曆3月23後的兩週 原則上這個算是高度的 就是進鄉期最 算是進鄉期 那就是說 進鄉量最大的這個期間 然後下半年當然比較少 那我的分析裡面就是 我要去看上半年跟下半年 還有我去看地理空間上 北部來進鄉的跟南部來進鄉的 然後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差異性 那在這裡面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在上半年這種大量鏡像的時候 金港北港鳳天宮 原則上是Igonvector 他們的Igonvector比較高 而且他們的 跟別人共同鏡像的Defree也高 所以你可以說 它是以這種 兩個鏡像中心 它確實在網絡資料裡面看出來 它確實是一個鏡像中心 那麼呢 同樣的在這裡面我們看到 Betuinis 可以看到就是說 以Betuinis來講 北港朝天宮是高於新港共天宮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說 在很多分析的組合上 事實上這個趨勢是存在的 那如果看下半年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 Igonvector跟Betuinis 事實上它會在同一邊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中介的角色不存在 也就是說 沒有那種 沒有重要的人 也就是中介的人 就是兩個是一致的時候 意味著它的中心地位是特別強 所以你可以說 下半年 用這樣的理解的方式 就是下半年會去到 雲家地區進鄉的 原則上就是到 北港朝天宮跟新港共天宮 沒有其他的 可是在上半年裡面 在上半年 我剛剛講的沒有其他的意思 不是沒有一個例外 我是說在趨勢上 我們說它的中心性會很強 那麼在上半年裡面 我們會看到 還蠻多的廟 它可能去進鄉的是其他廟 未必是北港朝天宮 新港共天宮 然後因此它所形成的 那個中介狀態就是 有一些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說明 可能大家可以回過來 再來比較了解這個意思 簡單來講 就是下半年 北港朝天宮跟新港共天宮 原則上算是雲家地區的 主要被進鄉的目的廟 在上半年 這個趨勢沒那麼鮮明 意味著 它這個資料告訴我們 就是意味著在上半年 還有很多廟 很多的進鄉團 它其實並不是以北港朝天宮 或新港共天宮為主要進鄉中心 但是它有可能到那邊參鄉 它因為譬如說東石港口宮 或者是西北六星宮 它也形成另外一個中心聚落 可以這麼去思考它 而這個是全年的 全年我們這邊信不用解釋 也就是說在這邊 我這邊先做一個暫時的結論 就是下半年 人家地區的進鄉網絡 是以北港朝天宮 和新港共天宮 雙中心的德局 這是就網絡分析的資料告訴我們 那在我的幾次的這種不同的區間 或者是不同的組合 我發現以時間來做區分 北港朝天宮的中介的意味 意涵 一直都是大於新港共天宮 那不止佩天宮 一直都是大於中石港口宮 跟六星宮 我之所以做這樣比較 包含它在量上相近 也包含它在歷史地位上 跟它的地理空間上 他們一直會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 Dwell的那種競爭關係 那個是在地方上 他們會有一種相互比較 這種競爭不是一個相當負面性的 就是說會 常常會是一個比較對象 可是在我們資料裡面看來 複子佩天宮 西北六星宮 來看複子佩天宮 它的中介性是大於西北六星宮 那至於說 刺童天涯宮跟倫貝鳳天宮 它雖然是小妙 可是它的推力是一直很強 一直很強 那就讓我開始去思考說 那我們怎麼去看這些內容 這是難度的 我先跳過去 來先看 這個 這個是我以複子佩天宮來看 也就是說 所有跟複子佩天宮 有共同背景相的 都在這個地方 大家從這個圖裡面 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到 這幾個是邊垂的 邊垂當中 我標顏色 譬如說 笨港天后宮 其實它也算是A級大廟 可是它好像 這幾個好像才是 我們所謂的網路密集區 那我就再去畫 倫貝鳳天宮的圖 就發現剛才那張圖 也就是倫貝鳳天宮 以倫貝鳳天宮為中心 畫出來的 反而它的網路密集區 是在這個地方 而這裡面 有幾個 這幾個顏色 不是藍色 表示它不是A級 A級大廟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為什麼倫貝鳳天宮 它的中介值會高 它的高的原因 我們這樣子看 我把這兩個圖 一起放進來 它就會形成是這個 這邊是笨子佩天宮 這邊是倫貝鳳天宮 中間的這一個區塊 是表示它在這兩個廟 共同形成了一個 高度有共同被淨香群的部分 然後對笨子佩天宮來講 這幾個粉紅色的 完全不會到 倫貝鳳天宮 那麼也意味著說 褲子佩天宮 除了這個共同 跟倫貝鳳天宮 共享的這個 所謂的淨香群之外 它自己還帶了另外一群 是跟倫貝鳳天宮 沒有關係的 那麼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說 為什麼它的中介值高 中介值高意味著說 它常常會有兩個區塊 是共同淨香群 但這兩個區塊之間 並沒有高度的逆極的連結 那說明了也就是說 我常常用一個這樣歷史也許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同樣一個系所裡面 量化老師的修課群 跟直化老師的修課群 可能是分開的兩群 可是中間好像會有一兩位老師 他會同時是量化的學生也會去修 直化學生也會去修的 那這一種老師 我們就開始會去注意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他為什麼會同時吸引量化的學生 也會吸引直化的學生 那也就在這個意義下 我們當然就會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直性上我們會追問的是 這些廟宇為什麼他會是繞著 鋪子沛天公 而成為是他的共同共享的淨香群 是不是這個譬如說他有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 還是說有沒有歷史因緣上的特殊性 使得他好像不跟倫貝奉天公 而是自有一塊這樣子的一個群 那這一群以仔細來看 他大概是陡南、西港、奉天公、曹天公 這幾個都算是A級或B級的大廟 也就是說這幾個歷史之間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淨香群 但是這些共同淨香群當中 你已經分不清楚他們有沒有所謂的 裡面的小團體 等於是他們就是一群集中在一起 但是對鋪子沛天公來講 他跟他當然也是一群 但是除此之外他還帶了另外其他的 而這些人其實並不是跟他們有那麼密切 那這就是為什麼他終界性高 那也就是對我們直性研究者來講 我們就要去問了 為什麼這幾間廟跟鋪子沛天公有這樣的關係 那這時候我們才會進入我們所謂的直性研究要探討的 我們要怎麼去解釋這些現象 就像剛剛那個溫宗翰他提到的 他看到的這邊比較密集 那麼他試圖地去看 松柏林這個壽天公他的一些特殊屬性 那麼去解釋 那對我來講我覺得可能下一步要解釋的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刺銅天遙宮 也是一個所謂的Betweenies比較高 中介質比較高的 那也就是說這張圖我秀的是三個中介質比較高的 一個是鋪子沛天公 刺銅天遙宮跟倫貝奉天公 你會發現這幾個A級大廟他永遠分不開 他就是一個群體 表示他們共享的競相群其實一直是在一起的 可是鋪子沛天公他有他自己的部分 然後刺銅天遙宮除了這一群之外他有其他的他自己的一個鏡像群 那鋪貝奉天公則是虎偽天后宮西北右心宮 他似乎又會形成另外一群 那這東西都是變成說我們執行研究 等於是開始要去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另外一個發現是回到地理空間的 也就是說當我剛才不是用時間的上半年下半年嗎 但是我也可以把資料用成所謂的來自北部的廟宇的競相导弱 跟來自廟宇的南部的 那麼我們會發現說來自北部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Idenfect跟Degree還是一樣 也就是說跟別人共享競相越高的它的重要性也越高 其實這是比較符合我們合理的想像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怎麼樣呢 是一個譬如說新港鳳寧宮北港朝天宮 它本來就跟別人共享競相高 它的重要性也高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比較中心性的一種特質 可是來自南部就很有趣了 來自南部你會發現一個非常 我做其他組合看不到的現象 也就是Idenfect既然跟closeness在一起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越邊垂的它的重要性越高 大家可以想想看什麼叫做越邊垂的重要性越高 也就是說它可能在這個網絡圖裡面是完全是去中心化 它是一個我們這樣來看它的圖是長這樣子 在這裡面除了這幾個是點垂之外 這幾個我這邊現在畫出來這幾個 完全看不出誰比較中心誰比較不中心 而這時候它的圖就會呈現剛才所謂的Idenfect 跟closeness是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說 就我的說法就是它是一個去中心的 它沒有一個中心 大家都平均 大家都平均的結果 這個圖是沒有中心性的 我們最簡單的就是一個心形 五個點 一個心形如果每一條線都有的時候 甚至你外面再畫起來 這時候你說誰是中心 每一個都是中心 你說誰是邊垂 也幾乎是每一個都是邊垂 因為它重要性都一樣 那這時候圖畫出來就會比較像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得出來的結果 那所以就我的解釋的直性的解釋也就是說 如果你從南部的廟宇網絡分析 進香網絡是呈現去中心的格局 也就是說結論也就是說 從南部到雲家地區進香的 它不再是以北港朝天宮跟西港通天宮為兩個重要的原理 它的重量性沒有比較突出 是相當平均的 那麼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如果說 北港朝天宮跟西港通天宮是所謂的全台進香大廟 這句話就要把它修訂成說 它是北部的進香大廟 它不是南部的進香大廟 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我講的稍微比較絕對一點 大家這樣比較容易先理解 因為這個有時候量化的資料它必須再詮釋成我們所謂的內容的時候 它必須要做一點點的這樣子的一個轉換 好那而且我在發現說 也因此這些在南北網絡有差異 在南部網絡的事實上 剛才看到的時間區分來看 北港朝天宮中介值比較高的這種 相當都有變化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些資料告訴我們 南部進香群到雲家地區進香的 跟北部的是有很大的屬性上的不同 甚至我都懷疑 南部進香到雲家地區來進香的 那種所謂的叫做牧民進香的 或者是順道進香的很少 也因此它不太容易有這種所謂的群序的效果 但這是一種假設 這種假設需要被證明 但至少是資料告訴我們 可能可以思考的 好那除了網絡分析裡面 它這個還可以告訴你說 今天我用簡單的一個方式講 也就是說今天一個團體裡面 我們會說 每一個團體會有小團體 我們會說誰跟誰常常在一起 然後這個算是一個小團體 那當我們講出兩個核心人物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再歸納我們說 還有誰也可以算是這個小團體 可能會再加第二個 加第三個可能比較邊垂的 然後到最後我們會加 可能它也可以算好 反正就是那一群 它是用這樣的概念來做這樣的一個表述 這張圖在網絡分析裡面的看法是這樣的 也就是從最上面來看 等於是有三個封 這三個封分別代表三個群 這三個群也就是共同被進香的熱區 那你可以說其實彰化南陽宮 新港鳳天宮跟北岡朝天宮 算是一個所謂的共同的被進香群 如果往外過 就開始會把董南宮 新興宮這些家進來 然後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 在這張圖比較鮮明的是 西北六興宮 布子貝天宮 跟鳳石鳳王宮 它似乎形成了另外一種進香群的聚落 跟北岡朝天宮 新港鳳天宮跟南陽宮 是不一樣的 但是資料告訴我們的 那這裡面當然很容易我們看到的 它是一個地理上的一個差別 因為金港鳳天宮 那個布子貝天宮 西北六興宮 跟東石鋼王宮 它在那個地理區塊上是比較相近的 但是 是不是單純只有這個原因 我覺得這個還需要再檢證 但是電話資料只能跟你講到這些趨勢 那我們本事也去解釋 那我之所以沒講這個部分 是因為它是屬於比較小的廟宇 只是資料呈現上它有一定的群聚的趨勢 如此而已 那可能不是我們解釋上的 重要的感覺有趣的地方 好 這個是有關網絡分析裡面 告訴我們的 不共群的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刺鋒天堯宮 因為它的吞臨是高 結果我用這樣的方式去找 發現它從來不會跟東石鋼王 布子貝天宮西北六興宮 這幾個有共同被淨香群 這裡面當然是從資料裡面 我們在眼神看到的 那當然也印證了說 為什麼刺鋒天堯宮 它會是一個中介性高 意味著它跟這一群 淨香的重結性並不高 也就是到那邊淨香的從來不會來這邊 那這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些趨勢 好 再來我們就看一下地理資訊分佈的資料 因為我們的這個研究裡面 大概分網絡的部分 然後本來是要結合地理空間的 嗯 我們這邊來看 我直接跳到 沒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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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弄的那個圖 在這 好 這個圖我算是沒有這樣看 我們先把 這個拿掉 嗯 這個圖 這個圖原則上是 先試圖說明說 嗯 以 以佩天堯來說 嗯 因為我們有它比較 完整的資料 包含它的歷史分佈 嗯 從這裡面我們可以先看到 直覺上你可以先看到 就是說淨香的分佈 其實跟台一線跟台三線 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它沿著台三線 它包含它的歷史分佈的過程 那麼 嗯 裡面呢 我們可以先這樣看 我把它用點的方式 分一秒 好 嗯 關係線先拿掉 好 這邊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把鄉鎮先也許打出來 好 嗯 好 欸 這裡面喔 我們把它的分一秒大概分了幾個時期 就是從1920到1980 1980到1990 90到2009 然後還有2009以後的 我們不是用那種 時間上的平均分佈 大概是從這個 譬如說台灣工業化之前 台灣工業化到幾年之 這段時間 幾年後一直到 開始所謂的社群網站 非常蓬勃的2009年 這段時間 所以等於是有點利益的去區分 它的意義上的一個區隔 而不是用平均的分配 如果用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師徒去了解說 這是紅點 就是說 200 呃 就比較早期分明出來的 然後再來看 齁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越來越分佈越廣的 欸我也許把這鏡像妙先拿掉 好 然後呢再來是 綠色的 然後這藍色的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有種外擴的狀況 也就是說 呃 就地 我們可以想到這 越來 呃 它的我們所謂的 它涵蓋的範圍是 越來越 越廣的 那這意味著我們 有做一個預設也就是說 呃 會不會它在這種 所謂的分明的狀況是 它先到一個點之後 然後呢 它會影響周遭 然後這周遭在後來的分明 呃 會是在它的 已經不會在它的附近 但是會在它比較邊垂的地方 再往外擴 然後再往外擴 就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你真的是 直接把它用這樣子的一個 持續來看的話 它的擴散度 確實是 越來越廣的 當然在地理分析裡面 我們要用另外的指標 再去做比較 呃 所謂的客觀性的 一個資料的證明 好 從這樣來看 這是我們 我們的一個 在這樣的預設下 呃 我先把這一點講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跳過去 呃 要再跳回來 因為很麻煩 好 這個是靜香的廟宇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看PPT的時候 我們會試圖地去說明 這個靜香廟宇的密度 會不會跟這個所謂的分寧廟 它呈現的一個分布 有一些關係 甚至是一種濃度上的 越早的 是不是靜香廟的地方 越濃的這種狀態 然後來說明是不是有母雞帶小雞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關係線呢 是它在做這個所謂的凸包 這個是一種分析的一個框架 它會把每一間這個靜香廟 它找一個地理空間中比較相近的 然後說這是他們一群的 但是當然我們可能做直性觀察的人 我們會說這個是一個非常任意 只是在地理空間上的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試圖有想在做第二部的就是說 把這些靜香廟排除那四人宮廟 因為四人宮廟沒有所謂的廟境的問題 就是說以這種地方廟為我們分析的範圍 去把地方廟的廟境加入這個突包圖的分析 讓這個它在牽連所謂的靜香廟 是屬於哪一間分寧廟的過程當中 做一種比較有社會意義的一種聯繫 然後去看看這個圖是否呈現出來的狀況 還是一個類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它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用獨包圖就是說 你每一個方塊 這種曲線是相陣界底 那這種方塊它是說 在這個方塊裡面以這個分寧廟為主 它區分出了這個 那我們在我看來當然是很不合理 原因是因為說 原因是因為你如果說這一塊 然後這兩個屬於它 而這個不屬於它 它這個是在他們的網絡計算裡面去進行的 可是今天如果我把這個靜香廟 它的廟境做一個資料輸入的話 它會去找說它的廟境當中跟誰是比較接近 也就是它在社會意義上就比較不會是那麼任意 現在等於是完全是樹里上之間的關聯 沒有社會意義的關聯 所以它還必須加進廟的廟境區域 那加進去之後 這個關聯性就會是一個比較有社會關聯的一個區域 那做出來的圖會比較有意義 也就是說這個方塊的圖會比較有意義的狀態 那我現在回到 那個不見了或需要 好 所以在這邊 簡單的也就是說 從剛剛那邊我這邊就把它送的就是說 以交通因素來說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還是在一個所謂的台一台三線圍圍繞的 但是我這邊我並沒有說它的關聯性就是說 台一台三線到底是決定的進行分佈的 還是說因為歷史上來講 不是台一台三線是在民國五十幾年 六七十年這時候才建制完成 但是在古的道路上 其實基本上還延續的 所以也不能夠說台一台三線讓這個進行有如此的分佈 或者是說這個到底是誰是因誰是果 我覺得在電話裡面我不太有辦法去明確地說它 但是就資料來看 是可以看到這個趨勢包含在東邊 但是當然也是很合理 我並不覺得這是什麼重要發現 倒是這個地方就是我講的 就是說這個熱點 也就是說今天以沛天宮來講的話 這個顏色越深的就表示它的進香廟群聚的狀態越高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它的熱區 我們叫熱區就是熱點區 熱點區它的附近都有它的分離廟 像這邊雖然有分離廟 但是它並沒有很密集的進香廟 可是這些藍色也意味著它是比較後期才分的 也就是說比較早期分的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紅色跟橘色是比較早期分的 那也就是說紅色跟橘色早期分的 它似乎跟那個熱點區的重疊性是比較高的 那這也符合了某一些我們的猜測 比如說那種母雞帶小雞的那種效益 在越早廟再進駐的過程中 它可能會影響了周遭 然後呢的民眾或者是我們所謂的林立動員也好 然後影響的那群附近會有一些信仰群 然後跟這間廟有做結合 然後再回頭 那所以這些藍色的點相對來講似乎比較多 但是它中間卻沒有進香廟 這邊 分離時間建立的越早 對淫進的影響越大 當然打個問號 就是說是不是有 這是我們在做資料的時候 我們去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譬如說這個是紅色點 就表示它的分離廟是比較早期的 而且聚集比較多的 那至少這邊的近鄉的廟裡也比較多 那這個是不是有一些關聯性 這個是我們在這資料裡面看到的 那這就是我剛才秀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凸包圖的一種狀態 也就是說以這間分離廟來講 這些鏡像指標是屬於它的 然後這個區塊 它用這樣的區塊來分析 那這就像我講的 我們必須再對這個廟 進行它的境遇的定義 那這時候它的凸包圖 它們比較會有社會效應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簡單來做一個結論 也就是說 這個地理資訊的資料 它可以 它可以讓我們去看它的一個分佈的 所謂的熱點區 那熱點區如果結合分離廟 我們試圖的去看它的關聯性是否存在 然後跟不同時期的那種關聯性 是否可以解釋 真的比較早期分離的廟裡 它附近的這種分鄉寺廟 靜鄉廟是比較多的 那這些證明原則上是需要一些 所謂的統計工具跟所謂的一些檢證 所以它不是一個直覺直觀看到的 它必須要通過一些檢證 那這些檢證檢證完之後 其實我們的一個研究策略是說 是定點的去做研究 例如說我以三重 我以新莊 作為一個我主要重點區 然後把這個區塊去看到 它確實在地理資訊裡面 它確實呈現有關聯性 那這時候我們再去依照這個定點去說 那這些來靜鄉的廟 到底是不是都是因為受這些分鄉寺廟的影響 因此來產生了一個靜鄉的過程 然後有多少是所謂的 剛才講的牧民來的 那有多少是因為這種 因為歷史的因素影響 就像剛剛中漢講的 那些神明他在做服務的時候 他會帶動一些分鄉 進鄉的這個效果 那因為我們的資料量比較大 我們不是某一個單一廟宇 我們現在是一個範圍比較大的廟宇 在某一個區塊 然後去做這一方面的一個研究 那其實試圖的去做出來 是一個研究方法上的一個流程 看是不是說這樣一個流程 能得到一些結論之後 那同樣的方式可以再去用到 譬如說當我們三重去做出來後 也許可以從那方式去看新莊 去看其他的區域 然後去不斷的調整 然後甚至我們可能會看到 原來新莊看到的狀況 可能跟三重完全不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種量化研究其實帶來的一個貢獻 只能夠是在一個研究提問上的一個刺激 他可能沒辦法去解釋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而每一個區塊他可能有他特殊的文化 那他有他的一個特殊的影響方式 就像剛剛中漢講的 可能他們有機身的文化 那個機身的服務模式 可能會帶動的是 我們可能在北亞草天空完全看不到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差異性是很大的 所以原則上我是把網絡分析跟地質訊系統 當作一個提問的刺激點 然後事實上真正要再落實到 所謂做出一些結論 我覺得還是要配合執行研究再去追蹤 否則的話我覺得會停留在比較浮面的發現 會比較是一個比較趨勢性的一個發現 大概這是我一個現在初步的結論跟感想 好先到這邊 然後就再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或者是問題 好謝謝 謝謝 沒有問題應該是吧 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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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出話來 這個我問一下就是說 要進度的門檻 就是所謂的這個Digital GIF 或者是說Digital Vigilacy 這個數位的能力大概需要 這個很簡單 跨界合作 譬如說找廖老師 或者是找 某從事實上應該這麼說 他 像 網絡分析 我並不覺得它是很難 但你當然還是要去讀一下 但是原則上我們都會先找一個跨界合作的對象 然後再 請他們先做 但是這個就是主要跨界溝通 因為他們完全對 就像我這個也曾經在我們所裡面報告過一次 是找我們那個網絡分析的群 那他們對廟完全無感 他們甚至連朝天宮 鳳梨光可能都不是很有 都不知道的 那對他來講 那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就是一個ABC 你知道嗎 就是A到Z這樣子 那對他來講 他就是看資料說故事 那中間會有很多溝通的過程 譬如說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既然都已經知道這個是有特殊性 譬如說我都已經可以分出A級 就請他在A級的範圍 再去設定一個更細緻的一個分析範疇 所以這中間需要溝通的過程 這確實是這一類的研究 他所需要的另外的extra work 就是說你必須要跟不同的人 再去做這些方面的溝通 廖老師應該很清楚 在前期我也跟廖老師做了不少溝通這樣子 那後來因為是又有幸又找到一位博士生 那他在這方面還稍微有一點能力 然後就會請他幫忙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自己也會在這個過程中 去更了解這中間的邏輯 所以等於是互相增長 互相進行這個知識性的切磋 所以不建議是自己去摸索 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方式 最好就是找到好的合作對象 然後去跟他做一定的方式的合作 然後時間慢慢熟悉 像變成說我從本來不會 或者說我本來知道這些東西 那我不會去碰這些東西 像網絡分析就是這樣 但是不得已就是說自己也會開始去做 當然還是會有助理去跑 但是其實助理他能幫忙的只是實際上的執行 他不會去幫你想說 我這個要不要再去做某些組合 然後再去做測試 那變成說我必須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去了解這個起碼的邏輯跟運作的可能性 然後翻翻書 然後再去跟助理講好不好看這個東西 所以會變成是你跟助理的關係的建議 我說專門來幫你做這件事的助理 還有你跟跨界人員之間的溝通 這是我覺得兩個非常多的extra work 是需要花點時間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是在我有能力的範圍內去 稍微去做一下這樣子 廖老師 先幫忙講一下 沒有 不是講你的題目 我也不懂 但是很有意思的說 比方說 謝老師用這個方法 把這個圖畫出來 這個圖包 或是其實在地理學很常用的方式 事實上 在很多所謂區域經濟 經濟學家 談市場 就是核心城市 跟所謂大家的刺激城市的關係 所以我意思說 當我們試圖用這個工具 不一定能夠解決你宗教的問題 但是你可能會吸引一批人 比如說經濟學家 他看得懂你的圖 他本來看不懂你的宗教的數據 或宗教的問題 但是他看到你的圖之後 他其實經濟學的理論 市場的理論 其實他是可以進來幫忙 比如說你可能會看 讓另外一群人 其實有一些理論建構也在那裡 可以把它相互可以對話 我舞蹈是覺得是 他可能是個開始 他並不是這個研究的結束 因為這個事情 別人 他不需要可能直接去touch到你宗教的議題 我只要從那個圖上 他就有很多sense 甚至他可以跟你對話 有問題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跨靈異的開始 做一點小小小 溫老師要獻上題目 他說 他有在聽嗎 他在看直播 還看直播 我現在對全球直播 對 他說在老師剛剛提到的討論裡面 有一個是 具中介特質 比較強的這些廟宇 那他是不是會對 分靈多的廟宇 產生洗斗的現象 比如說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舉了一個例子 在那個玄天上帝的案例 就是玉虛宮 他會 把原本會去受天公分靈的廟宇 抓來他自己 變成他的那個 金香的網絡裡面 而那些公廟就不會再去受天公分 所以這種具有 比較強烈的中介特質的這些廟宇 是不是會有 把那些金香的大廟 原本的網絡抓過來的這個現象 我先講一下中介廟宇比較強 它的意涵是什麼 它的意涵是 它跟某些其他一群的廟 有共同被金香 它也擁有這一群廟宇沒有的另外一群 來被金香的 所以它會有這個中介特質 所以對我研究來講 它一定會有一個群是 北港朝年公新港紅年公 那個是分過開 因為那兩個幾乎在所謂網絡分析裡面 你怎麼分 網絡分析裡面有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去區分 如果硬要說它是兩群或一群的時候 它會自動慢一分 結果你會發現 北港朝年公跟新港紅年兩個幾乎 一直分不開 它永遠是 幹這會就對了 因為它們之間的重點性太高 量又太大 所以在網絡裡面 基本上它就永遠是一群 它不會是變兩群 那這一群來講 對我來講其實並不感興趣 對我來講 比較感興趣 中介廟宇中 這個廟宇它為什麼還有另外一群 好像這一群 並不是跟北港朝年公 新港紅年公那麼密切的 那我試圖要去解釋這一群 它跟這間廟宇為什麼會形成一個 類似所謂的 競香聚落群這樣子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它的問題是 那有沒有可能它把它仲介過來 這個東西就變成直信 就研究 既然它在現在的發展 它就這一群 它另外帶著一群小雞 好像不會去跟新港 跟北港朝天公那邊有重疊的話 應該是有一些地理空間 歷史原有或什麼原因 那這些原因 如果來這邊競香的廟 它都是因為地方因素 信仰因素 而不是因為所謂的 所謂的牧民競香的話 它自然這些永遠也不會到 北港朝天公跟新港風天公 來競香 那它會不會仲介 這樣重點不在於 它會不會有主觀意圖的仲介 是人家競香廟 它就沒有要這樣掉去啊 因為我要回答就是 它為什麼不去北港朝天公 或新港風天公 而願意去在這個群裡面 共同被競香 所以這個被競香的中間廟 它原則上應該沒有這種主觀的意圖 想要再把仲介過去的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 可能對中間廟的想法 有一點 它中間不是我們所謂的房屋仲介 所以它不是在介紹廟裡 它只是說 它代表的它分別有兩群小雞 一群他們都是很大的 是跟北港朝天公、新港風天公 在一起的那一群雞 另外它自己有一群小雞群 這一群到底什麼原因 為什麼跟著它 或者說跟它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那這是我覺得 只能執行研究來回答的 老師您前段講的 我想這些執行研究專家 都會很感興趣 但是我反而對您最過段 以天公為個案 來處理跟台灣整個大環境的生活 我自己看法是 您選用了一高跟 喔對不起 國一跟 對不起 台一、台三 對 但是我覺得 我實在覺得 本身可能國一 甚至後來的國三的影響性 可能遠超過台單 至少超過台單 比如說它在交通線上 以現在而言 現在海域跟台三的運輸量跟 運輸存在 絕對不如國一 好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後段部分 我覺得其實你 以交通變相而言 我覺得 人口變相 你會實在沒有 因為事實上 你後來我們看到 可以跟各位落點在 新北格桃園的時候 就是偷笑的 這當然是 這當然就是 這當然就是 現在新北格桃園 擠了一堆 擠了一堆 家裔人 擠了一堆運輸人 那更細緻的當然就是 這不同年份 這些 後來的人口 後來的人口 在塔利平均不出現 那種所謂 移出地 移出地的那個 戶籍移出地的那個 但它的前段還是保留了這些項目 我覺得這可能會很清晰的 其實在過一段的執話 執行研究的時候 去解釋 為什麼我熱情 在 新北跟討厭 甚至 甚至不同的年 甚至在不同的那個 可能的世界面 一定在別的方向 是不是 我覺得說 如果救我而言的話 我覺得可以 這樣畫得還不夠多 嗯 這一點 謝謝我完全同意 就是說 我們不是不想把這些東西講起來 是還沒有時間 因為你知道這個 這個資料建置的過程 那種 呃 有太多細節了 怎麼說 你知道我們超香調 有很大的困難是什麼 它只有廟名跟地名 那個啊 那個地 那個地 一眼一看出來就這樣 喔沒有沒有 有太多私人工坦 那個幾乎是 你去找 欸 我們用Google 解決了大概 八成的問題 還有兩成 只要是廟方不提供地址的 我們Google 甚至都找不到 你永遠也找不到 甚至只有 找到了 也只是在YouTube上 發現他去哪一間廟 竟想那個廟 拍了他的東西 然後除此之外 也沒有任何他地址資訊的內容 那這個裡面 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建置 然後 呃 大概才 一直到今年初 我們才把 剛才我分析的這筆資料 做出來 所以做出來之後 我們才有時間去做這方面的分析 或者說應該說 呃 才試圖地去做這方面的分析 所以人口 這一定是我們要把它納入進來的 那麼 只是說還沒有做到這一步 那 因此我今天也沒有講 但是我們那時候也有想到一個是 那 呃 可能更具體的就是說 如果把我們剛才講的 呃 那個國藝我等一下再說 我先把這個講 就是說 呃 以桃園或者是 呃 那個新北來講 如果我們把這個禿包圖裡面 確實把那個廟境算進來之後 也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要去證明 人口多少它是否會被禁箱 因為它是不是移民也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不如用這個禁箱廟的廟境 先來做一個地址資訊的篩選 之後直接忍進去問 這個我想是最準的 那才能夠排除 呃 說一些量化資訊所誤導的一些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當我們在說 呃 當 當我們在說這個區塊 我們把它在突包圖裡面 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 以這個分靈廟為主 而所產生的一個所謂的信仰空間 不要用小所謂信仰圈 很危險 信仰空間的話 那麼呢 我們變成說 當我要檢證的時候 我就必須先知道這幾間廟它的廟 如果說是已經知道廟境再畫出來之後 我們人可能要過去問說 它之所以會去禁箱 到底跟這間的廟有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 那就表示它 呃 其實上這個圖 是意義是不夠的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只能夠先小區塊小區塊的 先去證明一些事情出來 然後再去調整我們 再做這個地理資訊突包圖的時候的一些 臨界定義 或者是一些 然後才慢慢細緻化它 那人口變相在這裡面 似乎在我們看來就會說 呃 我們也許可以知道 它的人口數 但是這在我們目前看起來 當初一開始有這樣想 但是我們後來在想說 如果要真的知道它是否 信箱跟它的分離廟有關的時候 似乎人口的變相 呃 只能講的是另外的問題了 我意思是那個migration的部分 哦 不是人口統計的那個 數 哦 因為就是說我們就 就比如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說在那個 臺北有一個地方就叫小嘉義 嗯 裡面所有嘉義的廟 嘉義大廟那個地方都有 是 在那廟裡或台這樣 嗯 那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會 我們基本上確信就是說 這些人可能都會跟這一代有 比較高數量的移民 當地的移民 或平靜的移民官 那但是 嗯 嗯 那當然還歸結一個問題啦 就是 嗯 是廟宇跟 我們很討論基本上 廟宇或者是私人宣傳 嗯 或者甚至家庭共識 是的 是 那這些 這三個分 這三個範疇到底在相調相對面 有些相調是很明確化的 嗯 但是有時候私人宣傳跟 公廟是分不出來的 嗯 那可能比較容易去區分的是 私人宣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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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宣傳跟家庭共識的 那家庭共識可能也不出現相調 嗯 嗯 所以我想這東西可能在後段更複雜 對 對 你剛剛講那個國一國三的那個問題 我們這邊現在是有把這個分靈廟用這樣子的方式顯示嗎 同樣我們靜香廟也可以用年代 是靜香 靜香比較明確 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靜香廟這邊也可以去看說 它在分布上的這個年代上 譬如說在國一國三建立之後 它的分布是不是很明確 這個可能就可以解決 會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國一國三建立之後 因為我們這邊的包含分明廟 這邊可能是這個這個時段算國一國三建立之後的 那麼看如果這邊分鄉廟我們這個資料並不難做 那資料可以再把它建置起來 就可以看出說 是不是國一國三建立之後 它其實已經跳脫出這種台一台三線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可以再去做這樣的提問 然後再去做進一步的那個資料的探索 他們這樣的一個大量的建廂也絕對是交通條件改善 是 也就是說要有 要有遊覽車 或者要有包吹之後的時機 對 它其實也不超過班司機 最多是班個司機的司機 是 是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你禮拜一已經在民族所講過 所以我就不問原來的問題 我想了解說 不要做媽祖廟的話 媽祖廟量那麼大 有沒有可能換另外一個量稍微小一點 可是又要蠻逐定的量對不對 因為這個方法 那個寡舌珠瑪 我覺得寡舌珠瑪不錯 OK啊繼續 那會不會就比較容易在你一邊畫這些圖的時候 一邊它的一些因素 你看就是 但這樣顯然看出來 媽祖廟量的關係 看 恐怕還得再另外一個三年 是 是 我確實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就已經在繞 廣澤中網也許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因為它在整個量上比較沒有這麼龐大 然後 嗯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範圍 不過這個 這個其實都 還是遇到一個瓶頸就是 那個廟方是否願意一起 因為廣澤中網廟它有更多私人公開 有些真的是很難找到定制 我們要做多底地去那個分析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困難 不過這是一個蠻好提醒 就是說我們先做一個 也許比較適合分析的能力範圍內的 然後再來做一些特徵化 然後再來擴大到那個媽祖廟 我覺得確實有錯 對 另外 但是我抱歉 我先不要講最後一件事 就是說 剛才肉講就是說 因為在雲家地區 因為五年前歲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那個馬明山的那個資料 我就在懷疑在網絡裡面 它是否會造成一種所謂的共搬效應 就是說有一些是來媽祖進鄉 但是會到馬明山 或者說馬明山會不會順便到媽祖廟來進鄉 如果我們有資料 其實是可以看到這個 是不是會有 這是雲家地區比較特殊的 那如果有這個資料 其實可以去做這種共犯的一些 甚至可以是不是回答說 會不會來媽祖的 會去馬明山很少 然後到馬明山會到媽祖的會比較多 這個我覺得都是可以再進去探索的 去探索的貼不貼小鳥 其實齊老師 這個大家為什麼不能問的問題 是因為其實 你大概是目前 我知道了 大概全世界做這個 應該是目前做的最長大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我會幾個回饋給老師 老師說那個 那個位置定位的問題 我下午會稍微介紹一下 現在包括中國學者做台灣 大概都會 還有美國的學者 大概都會利用我們GIS中心的資源 我們除了大概 除了正式的宮廟之外 其實你們都不用再複雜做 大家做的時候提醒一件事情 先來找智傑 或找我們 因為其實這個事情 這苦功夫 其實我們在十年前 我們都做過了 那私人坦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台北縣市的私人坦的分部 其實GIS中心也有 但是因為可能要update 台北縣市是全 那不是公開的問題 其實這批資料是公開的 但是因為 公開之後 會有很複雜的問題 是因為它會影響我們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是有 那他私人坦資料是非常有興趣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update 他的資料 問題是 我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會背著警察的對講機 然後拿著一個圖 我們會一條一條街去點私人坦 以前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是在幫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做這個工作 就是我們實習的工作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量 就是說至少是在台北市 台北縣也曾經做 但是台北縣好像只有 核心的市區有做這個事情 因為它都市規劃什麼 那至少也可以解決掉 一部分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事情是 如果大家願意都把自己遇到的東西 都拿出來 做成一個資料庫的時候 像我跟志傑會稍微講一下 那其實大家直接丟對位的時候 包括正式的公開都不用講 因為那個GIS中心已經做到大部分 私人坦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有一個 也可能有一個核心的 就是你丟進來 亂了一下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判斷大家的部分 就是變成 目前我們跟中國學者在做那個 台灣的到中國進鄉分領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下午會講一下 我們手頭上很快就可以幫他對出來 因為他那個是 他們現在還在Key 他馬上Key中馬上給我們 剛剛就幫他對了一批資料 回去給他 另外一個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剛剛 提到那個交通的問題 那個交通問題 其實我們就 這個是我們很早之前就提問過的事情 其實那是分不同的階段跟不同的交流道 其實會影響 那個斗南的蔡波瑪的興起 其實基本上對當地人而言 他就是因為 你交通方便了之後 你時間太多了 那我進鄉要去哪裡去 那我斗南的交流道下你剛好 那又關係到什麼 那你以前有養樂多 有黑松 有田園莊 所以他那一個進鄉的東西 這也回復到一個 齊老師可能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也都要注意 台北 這個在自治時期就有 因為那個小強他們做的時候就發現 那個 我們台灣把 進鄉當作觀光活動 這是一個 日本期待的開始興起的東西 就是交通方便之後就開始 不是溫人雅士而已 然後在台北有一個非常大的 叫做觀光進鄉的活動 這個那個張群老師是一個 指導一個美國學生 有稍微寫過這個東西 其實他那時候我跟他去做游覽車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那實際上那個東西 不太是在我們的社會脈絡底下 他們創造了一個新型的 社會脈絡底下 的一個東西 這個我下午會講說 比如說我用了白鴨 剛剛給我一些資料 白鴨的東西是一個創業 超越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 剛剛那個齊老師講的馬名賽 那其實我十幾年來都在做馬名賽 那齊老師問的所有的問題 都在馬名賽發生 那其實我們可以做對照組 比如說你做廣德組 我來做馬名賽 因為馬名賽其實我們也發現了 它其實是一個 當代現代社會 因為媽祖真的太複雜 但是五年往就非常簡單 它有一個非常清楚我們做出來的脈絡 而且剛好落在雲家 那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 提供一個經驗給老師參考 因為一個叫做聯誼會的產生 就是各自的媽祖的聯誼會 或是什麼聯誼會 其實會讓他們自己產生自己的網絡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那些廟 其實各自各自都有的網絡 那歷史的長短反而就會影響 比如說他們不能一起走的脈 新港八港不能一起走的脈 那你剛剛提的那其他的廟 其實他們有一個聯誼會 那另外一個是零三的 零三的自己有 自己的所謂的網絡 零三聖地的網絡 那個其實可能稍微跟 有做零三研究朋友在台下 你就會發現 那個其實網絡很快就會拉出來 他們不一定去大廟 因為大廟其實不太符合零三的廟 比如說你看到很多人跑去 那個什麼就是 也是在大的北港的禁箱中心裡面 那個舊南港的那邊有幾間媽祖 其實很多私人坦都跑去那邊禁箱 為什麼 因為尤其是沒什麼金融團 零三也在那裡 你問小巧就知道 我們去看就看到很多 他們會去北港去新港禁箱 可是他隔覽車為什麼特別停在那裡 那個其實就是有一個新的網絡 其實老師做了就可以把台灣的當代的宗教現象 全部都解析起來 然後另外提到一個移民的問題 我們做馬民山的時候 我們UMGS中心裡面有做歷史人口的專家 然後那時候我們跟我們以前的博士厚 就是我們的同事簽家 其實台灣的戶政統計 不過現在他們做人口可以取得 我們做到非常細事 把馬民山的分靈廟跟他的移住禮別 就是從他的核心的五穀移住禮別來 就他們統計 我們還有跟統計所合作 他們是正相關 就是說那個移住人口是不是可以被算 可以的就是可以被算出來 所以大家可能 不過我可能要再跟簽家研究一下 因為當初是他跑的 因為我最近有跟他聯絡 因為我想把馬民山的移住人口弄出來 那當然不同時代 然後 所以老師做到那些小廟 可能就會有一個特性就是 那些其實是跟他的 從雲家來的移民是有非常大的相關的 像中原院附近就很多都是台西的人 所以中原院好多雲裡的研究員 其實都是人家拜的那裡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才知道 比如說那個許家銘先生 許家銘先生 他們擺油 他們的親戚網路都在 都在中原院附近 所以我開始也是開始跑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會是好幾件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這些雲家的人會去照 照人當人進行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所以我覺得老師不一定 當然研究的時候可以把它單一化 但是其實整個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做的東西就是把當代 台灣非常複雜的社會網路都呈現出來 這樣 就是回一些想法 我回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找資料的時候也有到 你們那個資料庫去 是你們還有一些是沒有在網路上公布的 還是說 就是網路上找得到的那些 我們為了均質化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把台北 雙北市的私人堂的檢位放上去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都是政府登記的公共廟宇 對對對 公共信廟宇 雖然會有私人堂 可是它就是可能它具有公共信 它已經登記了 所以我們就登記 那但是其實我們取得了雙北市 雙北市政府給我們一些資料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是我們可以來對位對對看的 對對對 請大家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再繼續 這樣很精采 謝謝錫老師 謝謝